国际原油的价格持续下跌 除了民众关心的零售价格之外 那么哪一些产业会影响最深呢 分析师指出速化业的走弱态势最明显 而相反的受汇最多的是航空货运等产业 因为可以节省成本而多达有四成之多 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下跌 也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其中又以受油价波动敏感的产业感受最深 油价跌跌不休却不见得直接反映在客运票价 业者表示汽油虽然是占比最高的项目 但是设备折旧人事等因素也是重要的成本 不只受单一因素的影响 业者指出虽然柴油已经跌至四年最低点27.1元 不过仍高于成本价23.5元 票价没有再讲的空间 他们已经八年没有调整票价了 那其他的实际上成本其实都是有提高的 政府的补制五块钱已经没有了 那恢复到现状来看 现在27.1跟23.5其实刚刚我讲过 还有3块6的这个差额 另一方面像是橡胶有部分原物料 也来自于原油的产业 间接受到影响 业者表示虽然成本降低 但是并不会立即反映在消费产品上 那对业者来讲会是比较好经营 可是你说要实际的受贿 这个可能还要看这一波石油的降价的长短 是不是马上可以反映出来 因为我们橡胶制品来讲 大概都是跟全球在竞争的东西 那全球的物价如果没有很大的波动 光我们台湾不可能会率先去做降价的动作 业者抱怨或许因为对于产业了解不全 民众只要一看到原油价格下跌 就要求降低产品的价格 但是业者强调 油价只是经营的成本之一 价格调整都需要总体考量 有电视频中心罗正辉台北报道